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涉嫌襲警的案件開審 控方在庭上播放由阿士取得的新聞片段 及警方現場拍攝的片段 指曾健超向警員臨撥液體及拒捕 孝蕭奇報導 曾健超由黨友陳淑莊陪同 去到九龍城裁判法院認訊 控罪指曾健超在前年10月15日 在龍和道隧道西行線的花槽上 襲擊11名警員 被控襲警及拒捕合共五項罪名 控方一開庭就要求播放4條警方拍攝的片段 及2條由阿士取得的新聞片段 辯方反對播放阿士片段作證 認為用在對照應人做法不穩妥 裁判官最後同意播放全部片段 在警方的片段中 凌晨3時20分左右 警員向龍和道隧道推進 由戴口罩及眼罩的人向警員臨潑液體 而阿士的新聞片段 一名戴眼罩的男人被捕 警方脫下被捕男人的眼罩後 就看到他是曾健超 當晚在龍和道執勤的警長作弓 說凌晨3時20分左右 他在龍和道花槽驅散人群 當時有示威者扔野 又見到人群外十尺 一個男人拿著水樽扔向隧道 他上前企圖制止這名男人 雙方糾纏到最後一起跪在地上 而其他警員上前協助 最後將這個男人拘捕 NOW TV記者 侯小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